随着工业革命开始,人类的发展进入了一个新的时期。 而地球的发展,亦进入了一个新时期,大量温室气体,被释放到大气层中,导致了全球气温的上升。 而自21世纪以来,全球变暖的速度,似乎开始加速了。 比如2015-2016年,人类度过了气象观测史上最暖的两年。 近日,世界气象组织秘书长彼得·里塔拉斯,与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,第七十三届联合国大会主席埃斯皮诺萨,在纽约联合国总部,一起释出了2018年全球气候状况宣告。 该宣告显示,全球变暖仍在加速。 创纪录的温室气体浓度,将全球温度推向越来越危险的水平。 在这项报告中指出,2015年至2018年,是自有气温纪录以来最热的四年,而2018年是史上第四热的年份。 当前全球平均温度较工业化前水平已经上升了一度。 已经越来越逼近巴黎气候协定拟定的升温预值。 在全球气温上升达到新高度之时,上层海洋热量也达到历史峰值。 在2015至2018年这史上最热的四个年份里,地球经历了许多异常天气,2015年和2016年,出现了本世纪最强的一次厄尔尼诺。 导致我国台风活动和雨带异常,带来了诸如超强台风彩虹和超强台风莫兰蒂这样的恐怖灾难。 而2017年,美国则经历了史上破坏最严重的飓风计。 飓风哈维在美国南部的德克萨斯州,制造了超级洪水。 灾难超过2005年,水淹新奥尔良的卡特里纳飓风。 而飓风马利亚则重创波多黎各。 至今波多黎各仍未完全恢复。 2018年,极端天气和气候事件,影响全球近6200万。 其中,飓风迈克尔和飓风福洛伦斯,使美国遭受总计超过490亿美元经济损失。 而在我国,多个台风扑向我国东部和南部沿海。 比如台风温比亚,在山东受光制造了严重的洪灾。 而多年难得一见的超强台风山竹,正面袭击广东珠三角。 影响人口数超过240万。 这一系列的危险天气事件,都说明了气候变化,正在影响经济社会。 对人类生活带来巨大影响。 而进入2019年后,极端天气似乎变本加厉,北极窝旋攻入北美洲。 美国遭遇了极为严重的寒潮,而澳大利亚则面临极为严重的热浪。 出现了史上最热的夏天。 而我国南方在今年年初遭遇了少见的持续冬雨。 相反北方却干旱持续发展。 南北天气都非常异常。 而热带气旋一代,则在不久前给非洲南部的莫三比克,辛巴威和马拉维,带来了毁灭性的洪灾,风灾与风暴潮。 当地死亡人数超过750人。 数千平方公里的土地被洪水淹没,令人胆战心惊。 这一系列异常天气都在警告人类,全球变暖和气候变化,还正在推进和加剧。 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表示,这报告中公布的资料,非常令人担忧。 同时也确认了气候行动的紧迫性。 全球变暖和气候变化的速度如此之快。 人类必须立即开取行动,才能真正避免波及全人类的大危机到来。